Let's do this Star Wars Star Wars I love Star Wars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愿原力与你同在 是的 本集乐高大师最令人期待的新战主题 它来了 自1977年5月25日星球大战系列在美国上映以来 它所构建的前所未有的太空场景 和繁分复杂的新戏斗争故事 震撼并俘获了整整一代人 在美国人的心中 形成了类似中国西游记一般的文化符号 作为新战宇宙中最受欢迎的角色之一 机器人成了比赛前半部分的搭建主题 除了机器人外形上 要让人眼前一亮 作品内容上更要有点东西 能走到半决赛的三组选手 都是最接近大师级别的人 在各自的领域拥有登峰造劫的实力 所以他们和新战 也会碰撞出什么样的惊喜呢 大胡子组 他们在马达和机械结构领域里 没有对手 大胡子组的作品 是一位为帝国服务的维修机器人 他拥有一只汗嘴来充当手臂 而在他们的故事里 当机器人的汗接手臂举高高的时候 却意外地接受到了其他指令 伴随着胸前的装饰剑被弹出 机器人高声喊出 整个作品不仅在表达故事转折上 还是这个弹出机关设置 都让人印象深刻 而You are my only hope 其实就是新战四中 莱雅公主对欧比旺留言的最后一句 You are my only hope 大胡子 老心战粉啊 男女组一直以来 搭建可动结构都是他们的弱项 果然一上来就被主持人 Q到第一集主题公园中的那次翻车事故 这次他们带来的作品 是一个乐队的音乐机器人MP3 为了信誉积点而在街头乞讨 他可以在头上打鼓吹响小号 身后红色箭头指向的方向 是收集小费的杯子 但可惜还没接到单 运动履带就坏了 一看就知道是自身重量过重 压掉了齿轮 导致失控 哎 这下可悬了 喜欢美学 却不那么擅长科技的 还有夫妻组 他们的作品叫Easy Peasy 它是一位餐厅的送餐机器人 因为出来乍到 面对工作总是会非常紧张 因为紧张 安置在头顶的托盘 在行进时总会摇晃不止 特别可爱 但是在测试的时候 机器人的头和上面的托盘 总会掉下来 嗯 这就是传说中的紧张到头调吗 到最后时间截止了 夫妻组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面对考核 他们能做的 只有默默祈祷了 Oh dear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乐国大师心战主题第二期来了 上期夫妻组的作品 Easy Peasy 直至考核前夕 仍没能处理好稳定的问题 看看他们的祈祷有没有生效 You've got it little guy 哇 机器人一定是接受到了夫妻组的鼓励 在评委面前的表现堪称完美 除开运动控制部分十分有趣之外 送餐托盘中的蓝奶也是十分的心战 而在角色设计上 机器人的眼睛因为分得比较开 运动起来 能让人体会到有情感的表达 实在是太棒了 搭建机器人阶段 因为失误 男女组排在倒数第一 而第一名则由夫妻组拿下 第二阶段的主题 是用乐高来搭建 重现那些标志性的心战场景 包括恩多战役 或是新上的ATAT突袭 云中城里的千年笋 等十个值得心战迷回忆的时刻 因为排名顺序决定了优先选择权 夫妻组上来就拿走了 或是新上的ATAT突袭场景 大活的组和男女组 则分别选择了星球大战6 绝地归来中恩多帝国城堡 和新战8绝地武士归来中的科瑞特战役 看到这里真的挺想念白人小哥组的 很多人都觉得 如果他们在新战这一主题上 真的可以秀爆全场 回到比赛 八个小时的创作时间已经结束 让我们一起欣赏 这次半决赛第二阶段的作品吧 大胡子组 恩多帝国城堡 作品还原了一窝客人 涌入地堡后的场景 他们越过木头 攻击帝国冲锋队 汉和莱雅拿起爆能枪 干翻冲锋队 在大场景下 他们突出了冷色调地堡 和暖色一窝客世界的对比 而在小细节上 诸如使用了原始战斗工具 小木屋 连接的绳索 和上面的小人 都很好的构建了画面的框架 当然 和大胡子组永远地神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让我们近距离再观察 会发现 一窝客人脚下放的透明砖 这让他们看起来像埋伏好 突然跳出来一样 而这个往机器人脚上敲的木头武器 以及在飞行摩托上 被甩到一边的人仔 都给我们一种周星驰无厘头电影的感觉 加上整体的配色和完美的场景设置 大胡子组能一举进入决赛吗 我并不知道如果我们的建议 会让我们到最终的结果 我看过房间 我看到其他队友比我们更好 我希望它会让我们到处 我们来做这个 Star Wars Star Wars 我爱Star Wars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乐歌大师 星战主题最终章来了 上一期中 大胡子组的恩多帝国城堡 收割了一大波星战粉 接下来的两组 能否超越他们 男女组 戴花小哥 在搭建星战主题的过程中 心态常常崩溃 最后 还是靠着搭档的鼓励 完成了星战吧 绝地50贵来中的 科瑞特战役场景 第一秩序 在这里找到抵抗组织的基地 在激烈的对抗中 因为爆炸 红砂涌出地面 十分具有画面感 男女组使用的红色零件 做出了一些锯齿装的效果 用来表现漫天飞舞的红色沙尘 所以合适不过了 而向下设计的太战机和滑雪艇 也在整个场景中显得动态十足 面对评委的夸赞 小哥也是激动地哭出声来 夫妻组 他们选择的是帝国反击战中 霍斯星上的ATAT突袭场景 帝国发现了 藏在霍斯星球上的反抗军基地 他们派了这些巨大的ATAT机器人 来破坏反抗军的护盾发生器 而反抗军驾驶着小小的雪地战机来反击 他们的暴能枪无法击穿固甲 但他们发现 可以用鱼叉和拖绳来绊倒ATAT步行机 不得不说 这也是我看到最史诗集的步行机 在整个比赛作品中 也是个儿最大的机器人 还做了俩不同形态的 来表现出战斗场景的激烈 但是在细节和配色上 并没有做到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呀 机器人踩雪和爆炸的画面 更像是完成昨夜一样敷衍 评论也指出应该有更多的爆炸场面 这样看下来 夫妻组和前面两组的较量中 暂时落入了下风 来到了最后的评比时刻 不说意外 大胡子获得了本场比赛的冠军 从而可以直接进入决赛 而第一次位列最后两名 站上选择台的夫妻组 却是紧张不已 都走到了半决赛 再被送回家就太不甘心了 最后主持人给出了答案 那就是 今天没人回家 三组选手全部都会在下周 进行最后的比赛 嗯 再次心疼一下白人小哥组 他们就没赶上这种好事 对了 最终评委还是选择了男女组 作为第二名 所以场景选择上 并不是越大越震撼越香 把握细节 才是取胜的核心 下一集 乐歌大师决赛开幕 我们不见不散 我们不见不散